亚斯伯格和半字弊中的孩子 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情绪 做父母的 总是希望能够更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那个理解的过程 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亲爱的孩子 我多么希望能进入你的世界 和你有更多的沟通 我希望能够找到方法 帮助我和你沟通 我希望你能了解 我跟妈妈的想法 我们也正在努力 亚斯尔家长的心境 是一般父母很难理解的 他们对孩子充满了爱 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 跟孩子沟通 才能让孩子理解 自己那份满满的爱 我在我自己小孩的这个 跟他互动的过程里面 我也发现到 我真的有时候 没有办法了解他 到底在想什么 尤其是跟他讲完 下一秒 他又回复原状的时候 都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方法 去跟他去互动 亚斯尔爸妈期待 有一天 孩子能走出自己的世界 和家人 和社会有互动 有沟通 他们打听任何可能的方法 希望改善亚斯尔的人际关系 他们也想知道 是哪里出了问题 教育和教养的问题 一再困扰着他们 2009年 身为助人者的吴文杰老师 到一所小学 校长告诉他 有许多的亚斯家长 都迫切希望 孩子能够跟爸妈沟通 但是却不知道 怎么帮助这些父母亲 满怀善念的文杰老师 突然想到 可不可以透过 自己熟悉的家族排列 来协助家长 看清楚自己 和家族命运的关系 他想 亚斯的爸妈 若能先看清自己 或许就可以打开 和孩子沟通的管道了 2009年 是我妈妈往生十周年 我特别为他 办理十场公益的家族排列 来纪念他 其中第一场 就是以亚斯伯格家族 为我主要关心的族群 在那一次是我第一次 跟亚斯家族接触 同时也看到很多亚斯的小孩 他们多么渴望 别人能够介绍他跟别人的不一样 所以在2010年基金会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族群 是需要我们特别去关怀的 我很直觉地就建议基金会说 亚斯伯格的孩子跟家族 是需要关心的 家族排列是由德国伯特海宁格先生 在1980年代初期所发展出来的助人方式 30多年来 家族排列的方式已在世界各地 帮助无数的家庭得到心灵的平静与力量 伯特海宁格从观察个人行为 及家族系统中发现 家庭影响个人 而父母双方的家族影响着家庭 在家族系统里的爱有一定的虚位 而家庭中发生的事件 会干扰这个爱的虚位 让家人之间的爱无法流动 无法表达 无法呈现 家族排列工作的方式 在一个团体的场域里 由当事者邀请现场人员 来代表他没有出席的家族成员 这些代表会感应到 家族成员们的生理 心理 潜意识里 深度的讯息 呈现事件的真相 因为看似个别的人 在我们每个人意识深处 是共同的 我们称他为集体潜意识 我们用我手指来看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可是在我们每个人的意识 深处这一块的东西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所有生命的经验 记忆都会存在这个集体潜意识里面 当雅思孩子不愿和父母沟通 或许是因为心理上的防卫 而家族排列的代表 因为没有这层心理上的自我防卫 他只是很单纯地进入孩子的内在 如实地表达出来 家族排列因为透过这个动力的一个发现 会让我们重新地让照顾者去形式说 当我跟我孩子接触的时候 到底有哪一个部分 是我过去没有看到的 透过这个工作场域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让我们可以从今天孩子建立一个新的爱的关系 感谢观看 爱有许多的面向 它是正面的 也会是负面的 过度承担的爱 会让人喘不过气 付出太多的爱 会让人精疲力竭 当被爱的那一方 承受到太多又太重的爱 究竟是要接受还是逃避 学校没有一门教我们做个称职父母的课 爸妈在带孩子的过程中 难免需要在摸索中学习 偶尔会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有没有能力保护好孩子 我有没有完全照顾好我的孩子 我是个称职的妈妈妈 这位妈妈在童年时 亲眼看到同学被侵犯 年幼的她没有能力保护同学 心里难过幼子泽 长大后的她成为母亲 在她的潜意识里 有个担心和恐惧 我没有保护同学 我会有能力保护我的孩子吗 而她的孩子在潜意识中 继承了妈妈的口具 你愿意保护我 你就可以保护你的小孩 就可以保护孩子 我愿意保护我自己 可以保护我的小孩 对 对 妈妈我很爱你 可是你不能照顾自己的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妈现在是有力量 妈妈很安全 妈妈会保护 妈妈会保护我 妈妈在排列中 看到心中深深的恐惧之后 面对她 接受她 并试着让自己产生勇气 拥抱自己内在的恐惧 你看着她 你看她说 我接受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接受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我才可以活得更好 我才可以活得更好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我接受你在我生命中的位置 我接受你在我生命中的位置 内在有一种 她的恐惧还是你 所以我的力量很强 好 你现在看着你的女儿 跟她说 我是你母亲 我是你母亲 我也会保护我自己 我也会保护我自己 我有能力保护你 我有能力保护你 妈妈会留下来 妈妈会留下来 抱着她 我很担心 我孩子会保护你 当孩子跟你说 担心你的时候 你只要回答一句话 妈妈是有力量的 妈妈现在很安全 妈妈现在是有力量的 妈妈很安全 妈妈会保护你 妈妈会保护你 有时我们刻意淡忘伤害 反而造成潜意识中 更大的害怕 如果孩子的爸妈 内心有重大创伤 而抗拒潜在的恐惧 心里的不安全感 也会影响到孩子 唯有接受和拥抱 心中的恐惧 新的勇气油然而生 爸妈就有全新的力量 更有能力保护孩子 给他们一份安全感的爱 这位妈妈婚后 有了爱的结晶 生活重心 全部在照顾孩子和家庭 忙碌的她 和原本的娘家 有所疏离 她担心自己的父母 终有一天会离开她 也担忧自己的父母亲 会忘了她的存在 你有没有什么 很害怕什么事情会发生 那个恐惧很巨大 怕被忘记 被我的家人忘记 那因为他们做什么 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理得太 但是我要照顾小孩 我没有办法 照顾到我的父母 她说妈妈 我需要你的爱 妈妈我需要你的爱 求求我 求求你 看着我 看着我 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走向妈妈 好 我以你原来的样子来接受你 来爱你 我爱你 妈妈 姐 请你原来的样子来爱我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小孩 我老是喊一个说 上面就是爱 她下了一个定义 我觉得很感动 她说所谓爱 就是以每一个人 原来的样子来爱她 我们一般都是说 你要改变成什么样 我在爱你 但是 可能这一天 永远打不到 那个爱 虽然有 可是就出不去 可是如果有一天 你对你 跟你妈妈说 我爱你 用你原来的样子来爱你 包括你自己 你不用变得够好 才爱自己 你现在就可以爱自己 你自己原来的样子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心情 看你的小孩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不要再爱你 你不要再爱你 我爱你 你不要再爱你 月有殷勤远缺 人有悲欢离合 生老病死 造成家族命运中的缺憾 也在家人心中留下阴影 自己的下一代 不应该承受上一代的缺憾 但是做父母的 心中的遗憾影响了自己 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孩子 妈妈的大哥在五岁时 掉入古井而早逝 在排列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看到雅思孩子 间接感受到大旧的存在 孩子你跟躺下的这个人说 大舅我看到你了 大舅我看到你了 你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位置 你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位置 我记得你了 我记得你了 事实上 孩子不见得知道这件事 但是家族事件的阴影 对后代造成的影响 不是后代子孙所能承担的 孩子你先站起来 你先看着 那个大舅有外婆在照顾他 你先看着 你只是个小孩 你不用承担这些事情 那个孩子你先站起来 再一次的跟大舅子说 大舅请安息 大舅子请安息 我会带着你的爱 我会带着你的爱 好好的活下来 好好的活下来 谢谢 谢谢 那你跟他磕头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被看到 被种事 当家族中发生了重大事件 其他的家人 害怕心中的伤痛 而不愿去提气 或刻意遗忘 越是如此 家族中原本平衡的动力 就会有所纠葛 甚至影响很多代 唯有面对命运中事件的发生 诚实面对创伤 才有能力接受和复原 现在感觉怎么样 压力 然后 没有压力 很平静的感觉 其实 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痛苦 都是 来自那种关系的 关系上的不和睦 然后刚刚我也谈说 其实那家牌整个是一个 关系跟爱 然后后来老师是说 也有谈到说 是跟父母 恢复那个关系 然后你跟你的家庭 你就会有 也是要在爱的关系里面 家人的理事 往往是生命中 重大的缺憾 年幼时如果经历这种事情 那份心中的爱 会带着这个缺憾成长 这位妈妈在十岁的时候 父亲往生 在她成长的过程里 心中一直有个缺口 谢谢你以父亲的名义来照顾我 阿嬷 谢谢 谢谢阿嬷 爸爸 我让你平静的离开这个世界 你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位置 你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位置 坐下来 爸爸 这是我的儿子 你在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位置 你在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位置 请安息 请安息 外公 我看到你了 我知道你在妈妈的心里有一个位置 你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位置 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位置 请祝福我 请祝福我 心中的缺憾难以弥布 但是可以平复 接受和看到心里的缺口 感谢曾经拥有的亲情与爱 那份爱会一直留在心里 只要记得这份爱 孩子就会感受到来自爸妈正面能量的爱 家族排列 呈现出一个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 当事者看着代表们呈现自己的家族动力时 可以具体地看到家族成员之间 深层的牵连与互动 这时候会情绪释放 会对自我有了新的发现与觉察 亚斯孩子的祖母自已生亡 而孩子的父亲可能伴随着这个记忆成长 在他心中的阴影 或许间接造成他和家人十愿十尽的关系 而孩子们会担心父母亲的情况 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父母亲的角色 各位你注意看 孩子跟他阿嬷做同样的动作 妈妈我尊重你的选择跟决定 妈妈我尊重你的选择跟决定 即使你选择用这样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其实以前你有这样的方式来离开的世界 你还是我的母亲 你还是我的母亲 我还是你儿子 你还是你的儿子 妈妈就是我的心里永远有一个位置 妈妈在我心里永远有一个位置 我想跟你去走 你只要心里有我就够了 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地遇开了 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了 只要我的世界有加值 妈妈有看到 谢谢你为我们承担这么多事情 谢谢你为我们承担这么多事 你只是个小孩 你只是个小孩 做这些事你太小了 做这些事你太小了 你只要当我们的孩子就好了 你只要当我们的孩子就好了 欢迎你回家 欢迎你回家 孩子抱抱你 看这孩子 我是你 我是父亲 我是父亲 你是儿子 我是儿子 我是 我是你妈妈的老公 我是你妈妈的老公 你是我们的儿子 是我们的儿子 只要当我们的儿子就好了 当我们的儿子就好了 大哥哥 大人有大人的事情 我们大人来做 大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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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大哥哥 可以反悔 不反悔 当小孩就好 当小孩就好 家庭中 爱的流动真的是很重要 在排列的过程里 在场的助人者 都看到了孩子的爱 也看到了他内心的无助 当孩子的父母 透过家族排列 解开心中对秘密的纠结 大家也都看到那份爱 再度开始转动了起来 在这次的家族排列 有位代表 自己也是位雅思尔的父亲 现场的几位家长 都不约而同地 请他代表自己的孩子 这个经验 让他有了很深刻的感触 爱的流动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 我在当小孩的过程里面 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在某些代表里 在我当某些代表的时候 我发现是非常的无助 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孩 就是那么一个小孩 很小的小孩 那大人之间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办法管 也管不到 也不想管 但是在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 所发生的时候 对我来讲是非常的痛苦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 没有办法去改变 甚至我只能去逃避 那种感觉真的就是这样子 不管是什么样的小孩 都是一样 真相是唯一的疗异 诚实本身就是有力量的 当你能够面对真相 看清楚真相 勇敢面对的时候 很多其实看来是悲剧的家庭的故事 都可以重新看到阳光走出来 沟通的确是很难的生命功课 身为父母的你 不妨先从跟自己沟通开始 当父母学习接受命运的事实 也就可以用心聆听到孩子的心声 看到孩子的特质 接受他的样子 无论你是不是雅思的孩子或家庭 这个社会永远有人支持协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